hello 聊四季 天天都更新 大家好 我是Leon 今天要來看蒙古人對上瑪莉人 這場比賽是天梯的衛城地圖 很久沒有播阿拉伯以外的地圖 最近賽事眾多 沙漠之王比賽中午結束了 我們最後可以回到一些比較特殊的地圖賽事了 那我們先來介紹一下這張地圖 衛城 顧名思義就是 它是一個雅典衛城的概念 它是建立於高山地帶的 那這些石頭地方都是不能蓋任何的建築物的 連圍牆也不能 所以它的防守你只能大概這樣子 連著這樣子圍一下圍一下 就可以防得住了 但是我覺得 衛城這張地圖來說 我覺得進攻大於防守 但是如果是團隊的話 團隊衛城的話 防守確實是很重要 但是單挑來說 攻擊大於防禦 畢竟你的攻擊成本是比較偏低的 防守成本是偏高的 所以這張地圖 只要選侵略性的文明 都比較有優勢一點 例如這個 保加利亞 蒙古 瑪莉爾 這些都是強軍式文明都很強 就例如牽涉可以打多很多優勢的 都是蠻適合的 好 那我們先來介紹文明的部分吧 瑪莉爾的話 這個文明 彩晶的速度是非常快速的 而且它的黃金可以挖得更久一點 那它這個能力呢 讓它帶有封建 style 城堡時代 跟帝龍時代 都是有不錯的發展 不管你要出什麼兵 這個黃金都已經是你夠用的 那這樣地圖的黃金量來說 小金礦的部分是比較多一點的 所以要到處去控圖 然後去把自己的地形打好 才可以打出這個瑪莉的優勢 那瑪莉除了之外 到帝龍時代可以出這個彪悍精神 起兵攻擊力超高 所以到帝龍時代才是它的全勝死型 當然它的鋒劍時代 城堡時代也不會落到哪裡去 好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蒙古 蒙古的話打力速度最快 它吃這個鹿肉啊 還有這個大象啊 或是犀牛之類的豬 都吃的速度非常快速的 所以它這個數量已經快要吃完了 所以蒙古的話很適合打這個 極限落馬快攻 是在一線海戰地圖 可以去高速上封建 style 出戰船去壓制對方的漁船 如此類推的一些戰術 都是很適合蒙古的 那蒙古的話後期 它可以打的東西是有草原騎兵 大陸馬還有這個蒙古圖技 馬工單位 那工程器方面的話 基本上什麼都可以出 不管是偷石車啊 或衝車也可以出 但是它沒有果炮 而且它還有這個精灌技術 可以讓自己的 衝車跟偷石車的移動速度 加快很多 不管在進攻跟防守 這個它的演習這個能力 非常好用 不過它這個翻譯是變成早炎姬啦 所以蒙古人他後期 算是偏有很後期的文明 前期沒有太大的優勢 到了城堡時代 是它最弱的時候 那帝王後期 才是它的全盛時期 那封建時代 有稍微有點肉量的優勢而已 接下來我們來稍微加速一下 那我們這邊看到 伐木場 蓋在前方 蓋在前方好處就是 這裡的墓區非常多 因為它的衛城燒名墓區 是非常稀疏的 但是也可以開TC 開到TC會比較好 這個中間裡面 那前方的話 如果你要蓋伐木場的話 就需要先趕快圍一下 會比較好 不然待會直接大軍壓近 就很受傷 那後面都是選擇 往前開伐木場 而不是在自己的高地開 是到封建時代的蒙古 這邊是打一個肉馬開 這邊還建了一根塔 直接開稿 我們來稍微二倍速看一下這個開稿 能不能成功 這裡跟箭塔立起來 馬力立腳表示 WTF 一眼波就開稿 他這邊只有拉一村 所以箭矢數量還算是蠻少的 這個馬力的反應速度非常快 他馬上就意識到 對方的村民拉得並不多 所以這個箭矢傷害不高 所以直接跟他對塔硬蓋 這邊收村 這邊箭矢數量就可以贏對手 這個箭塔應該就可以瘦得掉 但他蒙古其實並沒有藏到太多甜頭 反而會直接損失125石頭 其實有點小虧喔 那我覺得馬力這邊很聰明喔 他並沒有把自己的村民拉出去打 反而是用收村的方式 然後去把這個箭矢射掉 因為他很清楚 自己只要一出去 就很有可能會被對方洛馬給抓掉 所以這邊對塔對得很好 因為通常有人會說 這個 人家蓋箭塔 沒有守好 這邊直接拉村民去督喔 也是可以喔 但是就是要害怕 你沒有單位可以防守 對方刺口來救他的箭塔 那馬力這邊的一個騷擾 看來沒有做到太多事情 反而是蒙古這邊洛馬損失了兩隻喔 雖然村民出路兩邊都沒有太大差異 這邊稍微看一下 這根箭塔再騎一起來 這邊蒙古鐵的心要挖石頭 那蒙古挖石頭插箭塔有個好處 就是石頭挖多了也不怕 到了這個城堡時代 馬上出這個蒙古圖記喔 相當好用 好 那馬力這邊這次很四項 因為這裡有石頭跟村民可以稍微打 但是這裡會有關係 就是我剛剛說的 不過你用村民硬拆箭塔的話 待會沒有兵就會很危險 但還好後面拉了三隻常用兵 過來防禦 雖然自己肉馬送光了 但至少這根箭塔沒有讓對手起起 而且還收掉了一隻村民 對於馬力來說 並不太差喔 這個交換 好這邊這次拉了更多村民 想要再次前壓 這次是拉了三隻村民 哇 馬力這邊 是不是有點尷尬 這個箭塔裡面怎麼有三隻村民 這邊可能槍兵要一直按了 看到這麼多 然後又起一根箭塔 槍兵趕快繼續按嗎 沒有按槍兵 槍兵可能要被收光 先戳對方落馬 趕快戳 好 只掉一隻 好 這時候按牆兵 只按了一隻出來 有點慢了 但這邊快要上到城堡時代 蒙古這邊已經早就可以上了 他這邊的農田 撒的更早一點 他在落馬裡吃的比較多 好 這邊直接一個對射 但蒙古沒有放村民喔 反正是蓋完就走 好 這邊上到城堡時代 我們就要來看一下兩邊的城堡會怎麼打吧 好 扣下了一隻絕金 好 瑪麗人這裡趕快點一下城堡 欸 先點絕金沒有蓋建築物 哇靠 他上個時代慢了將近一分多鐘啊 這樣子有點虧喔 好 瑪麗這邊 防守出現了點問題 家裡沒有太多的單位可以防守 這邊村民直接硬打 還是有點危險直接被收掉 哇 尷尬啦 村民直接落後了一村 紅布這邊可以考慮喔 在下面這邊開個TC喔 這邊TC是相當好的位置喔 可以直接過到石頭跟黃金 那家裡部分可以考慮放這個位置 但我覺得家裡再放好像意義不太大 因為島上的資源 不是島上 這個高地的資源挖完 村民終究還是要下去的 所以早早往下開TC 算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但是不要離對方太近 好 那蒙古這邊轉出草原騎兵 那草原騎兵蒙古的優勢 一開始血量就是98滴血喔 比60滴血的蒙古突擊 比一半的草原騎兵血量更多 那草原騎兵現在多利一防 打起來還算是蠻好用的 這邊騷擾 沒有騷擾太到 但是草原騎兵第一時間反擊的槍兵 這邊駱駝過來直接壓制 給他一刀砍死一隻 完美 好 瑪麗這邊駱駝直接壓出來 駱駝壓制草原騎兵沒有問題 這邊直接在前線蓋TC 哇 這個 他很有信心啦 他覺得自己很 很有很大的機率可以打贏 蒙古 那蒙古這邊只要在這邊蓋個城堡 這邊可以守住黃金就可以拆個TC 其實對蒙古來說很賺 蒙古這邊可能石頭再多挖一點會比較好 然後不要再出草原騎兵喔 然後轉出自己的重裝長槍兵會好一點 因為草原騎兵待會如果他正要正面壓城堡的話 駱駝過來這個城堡很容易蓋失敗 所以我覺得這邊其實蒙古人要思考一下 怎麼打比較好 這邊他一直想用草原騎兵去殺老 但人家駱駝已經出這麼做 其實不太好 去再做一個正面對決 現在出越多草原騎兵反而會有點 有點麻煩啦 講實在的 這邊TC動機蓋好了 後面村民能打到東西也不多 駱駝防守的範圍也相當輕鬆 這邊直接吃了一些箭矢傷害 想直接硬毒掉這個木牆進去 但是這邊直接圍了一個木牆再次建立起來 這裡吃了一些箭矢傷害小虧了一點 駱駝這邊直接要去跟隨嗎 好 TC蓋起來沒有太大任何動作 我們就先再加速一下 看一下這個草原騎兵 能不能抓點事情 駱駝這邊石頭依舊不夠 黃金反而有點爆量 大家現在出的兵都很省黃金 草原騎兵很省 一直只要40黃金而已 其實是75 只要再多5黃金的話 就可以出兩隻草原騎兵了 所以草原騎兵 我覺得打蒙古的話可以優先於 草原騎兵大於其次 會比較好一點 畢竟還有這個血量加成 不出百不出 這邊草原騎兵數量夠大 這邊果然開了一個TC 但是駱駝直接壓了過來 這邊還要硬蓋嗎 剩80% 感覺應該是比較好的一個選擇 但是草原騎兵一直緊追在後 這邊想要利用高打低嗎 草原騎兵硬多的結果 不知道會不會打贏駱駝呢 看起來是OK的 原騎兵數量夠多 所以這異攻的效果 讓他這邊只可以瞬間 集火駱駝 駱駝導致直接損失的大量 哇靠 這個異攻 數量堆疊起來 還是蠻好用的 好 但是依舊 沒有辦法去阻止對方 開弄 雖然草原騎兵先來打人的第一波 但瑪莉這邊也沒有打算 要繼續轉軍事 反正就是駱駝慢慢出 剛剛打輸只是因為駱駝不夠多 確實是這樣子 待會駱駝再多一點的話 這個草原騎兵數量要再比駱駝 再多一倍的數量 才有可能打得贏 這邊再加速一下 好這邊要來潛壓寶了吧 欸這邊是來蓋的TC 不是壓寶 他應該是知道這邊有TC才對的 我們來看一下蒙古的視野 這個蒙古的視野應該 這個沒反應 這個應該是我看到 等一下 為什麼失效 他這個快捷劍居然失效 不知道改動到什麼設定 有了 看到了 這邊是有看到 他城堡蓋這個位置 看來是很擔心 自己正面會打不贏 所以才這樣做選擇 不然這根城堡能插這根TC其實很賺 這邊要開始複打了嗎 稍微看一下這邊的拉扯 這可能找到一隻駱駝啊 欸沒有找到 好這邊再嘗試再回來蓋這種城堡 好其實可勝 兩邊駱駝直接開打 目前看起來駱駝的數量是可以擰壓 但是草原騎兵這裡有一攻的優勢 所以這邊直接疊加傷害 把駱駝戳了掉一些數量 好這邊要擴散開來 讓駱駝有一個輸出的空間 但是這邊城堡還有3%就可以蓋好 OK這種蓋好 瑪莉趕快收村 駱駝繼續輸出 草原騎兵只能選擇撤退 好但蒙古這部分草原騎兵打的還算不錯 並沒有讓自己的草原騎兵打出劣勢 反正打出許多優勢 瑪莉則是在這個窄口沒有辦法進行輸出 被戳掉一隻駱駝 我們前軍事上來說是由蒙古拿下勝利 但是以經濟來說 瑪莉已經要上到帝王時代了 帝王時代點下 待會就是瑪莉的全勝時期了 蒙古這邊反正還在暴兵 在升這個攻防 這樣會有點危險 時代落後太多 很容易被反打一波回去的 這邊再稍微看一下這邊的交戰 能不能打出 更多的傷害呢 這邊是高地喔 駱駝也不敢上 而且二攻快要好 這邊想要硬毒進去 果然補一棟房子 可以即時防守 駱駝在下方之處 不敢 正面應戰 這邊要守村 這邊直接開打起來 但數量上明顯有點劣勢 而且這時候 草原騎兵的二攻已經研發好 目前打起來看 結果駱駝還是防禦太低 直接被有一攻射成的草原騎兵 直接戳爛了 好 那這邊瑪莉立即研發部落領袖 那這次部落領袖升級好之後 TC會自動射箭 而且射箭的數量也會比較多一點 這邊升了一攻 讓這個TC傷害更高一點點 草原騎兵血量掉的還算是蠻快的 但自己的臭命數損失也是非常多 臭命已經升到87春 還可以再多 87春會再少嗎 還是再多 這邊部落領袖好 哇 箭矢數量跟城堡一樣多啦 這個 部落領袖有感喔 以前都覺得這科技沒什麼入用 現在這個箭矢數量變這麼多 開始有點小型城堡的數量箭矢的感覺 好 瑪莉這邊經濟受到重創 看地獄的時間已經升好 但現在木頭跟黃金有點多 肉量剛剛被燒毀的關係 農田都不能正常運作 好 柱頭再次上前突圍 再次感覺可以突圍成功 但是數量上升兩隻 二打四有點吃力 變成自己的二攻二防都還沒有升好 這邊還是要借助TC的傷害喔 補一下對方的草原騎兵的血量 唉唷 剩下1滴 OK 那瑪莉這邊極限守住之後 轉出了自己的重裝駱駝 那不要換精神 待會有機會就可以點下了 好 魔果這邊也升到地獄實在 這邊要打什麼戰術呢 好 這邊也看來要轉一些魔果圖技喔 開始在生產 哇 這邊直接射到了 瑪莉的伐木功 非常女的射程 這個金應該要趕快找點挖一挖 趕快挖一挖 不然這個 待會城堡如果失守 就沒得挖了 好 魔果這邊要趕快來秀一下城堡 這邊可以考慮喔 用一個比較極端的打法 就是直接用一些 魔果圖技喔 直接過來硬點 這個金銀投資機 這個打法有點硬要 因為魔果圖技打工程技師 我會在傷害 通常 大概十隻左右 只要集火兩到三發 就可以收掉一台巨型投資機 這邊城堡看來是要棄手 我們又要繼續修理了 拉的村民非常少 山村覺得是擋不住雙巨頭的輸出 正面技術也不會好 可以直接被歸還的資源 城堡在家裡建起了一個高地堡 做一個後面的防線 但前線沒有城堡的話 就意味著他的外面的野精數量 會少於瑪麗了 瑪麗這邊就可以開始嘗試控圖 去做一個反打 這裡蒙古還沒有彈道學 所以剛剛射的有點歪 駱駝基本上沒什麼受到太大的傷害 這邊駱駝做一個反打 資源量蒙古 還是有優勢的 這邊駱駝突然打起來 中裝駱駝打一般駱駝 傷害是很高 地上都是蒙古的駱駝屍體 蒙古這邊轉出了重裝駱駝 但蒙古的駱駝有個問題 沒有血量加成 而且沒有三防 所以打起來的話可能會有點稍微弱了一些些 那中裝駱駝動物生好了三防 這邊三防主要是為了要擋蒙古突擊的箭矢傷害 最近有三防的話 扛箭矢還是比較能扛一點 這位憂鬱男孩 會不會讓對方憂鬱呢 我感覺蒙古開始慢慢有點陷入落後的感覺了 那邊農田可以直接上去硬池了 這裡沒有防守 開動啦 蜘蛛餐把費吃到飽 開飯了開飯了 好駱駝直接上來硬壓 要來拯救村民 但村民已經被塗到剩下四隻 這邊駱駝能及時拯救被騷擾的村民嗎 這邊被分兩隊 這裡沒空好 直接被帶了回家 這邊還有TC在射 這邊駱駝直接上高地反打 這裡趕走 好 點下金罐了 不要忘記精神 瑪莉的關鍵科技 風古則是點下三級射 巨銀頭司機也研發好 開始要來出三巨頭開拆了嗎 其實這種情況下我會比較喜歡蒙古出衝車 因為衝車血量多 而且又可以坦 然後對方駱駝打衝車傷害並不是那麼高 雖然 瑪莉的駱駝很痛啦 瑪莉的駱駝是有點痛 14攻 想想不太對 瑪莉的是有彪悍精神的駱駝 但一般駱駝來說傷害是不高的 出衝車其實蠻好用的 好吧 他可能顧慮到對方可能會有彪悍精神 確實出衝車可能會有點風險 這邊挖金礦的村民被抓包 蒙古黃金樹被稍微斷了一些些 這邊三台巨銀頭司機往下拆 然後來拆下方城堡 但是蒙古有意識到 原來這邊村民已經被屠殺殆盡 這邊駱駝直接上死 下一次潛壓 這個潛壓能打到更多的傷害嗎 兩邊的血量掉得非常快速 但是這邊瑪莉有這個彪悍精神的關係 蒙古的駱駝死得比較快 OK看起來換起來 瑪莉人並沒有太虧 反而是有優勢的 三巨頭 迅速拆掉 只要有三巨頭 城堡都能搞定 這邊不想要自己損失城堡 想要再給瑪莉更多壓力 瑪莉這邊駱駝出更多 繼續壓制 就讓壓制非常的好用 瑪莉這邊直接大獲全勝 雖然自己損失掉了一些駱駝 但是蒙古這邊駱駝損失更多 而且蒙古圖技數量不夠多的關係 所以駱駝完全沒法克制住 還沒有化學啊 趕快打這麼癢 也沒有精銳 癢啦 有夠癢 蒙古這邊好像生精銳比較好 還有化學 這邊只要數量堆疊血啊 不要出駱駝 反而是見好事情 我覺得不要出駱駝嘛 直接出這個駱裝城堂兵 配蒙古圖技 不是更好 對不對 戳爛他的駱駝 還不用黃金 然後又可以提升自己的 主力的這個 部隊傷害 跟能力 但我發現很多玩蒙古的玩家 都會忽略掉這一點 就是他們都想要出 因為畢竟蒙古的科技性 算是比較發達一點 雖然沒到全面 但是他至少駱駝可以用 而且是重裝駱駝 不像一些文明的 沒有重裝駱駝可以用 像那個誰 記得有一個有駱駝 但是沒有重裝駱駝 這邊城堡直接硬拆 兩台巨頭慢慢修 應該是還是有機會修得回來 這邊還點一下建築學 提升一下建築的防護率跟血量 清騎兵到處鬧 瑪麗的彪悍精神非常痛 清騎兵也是14攻 這個清騎兵的傷害 就宛如一隻騎士的傷害 非常的高 直接爽吃 雖然村民樹還是要打4下才會死 那如果高打低的話 3下就死了 這邊要來最後的大戰了嗎 看起來駱駝數量堆疊數非常多 黃巫這邊數量很多 但瑪麗數量好像有點誤開 這邊想要直接用駱駝 然後這邊應戰 但這邊瑪麗的駱駝數量有點不太夠的關係 有點被反打了回去 但後方有城堡的加持 後面補下了更多駱駝 蒙駝圖屠具也在輸出 這邊還吃到城堡的傷害 這邊是由蒙古拿下第一波的勝利 後方補下了更多清騎兵 跟駱駝過來做前線支援 但是這邊還是與瑪麗的城堡 射程範圍內 而且後方還有TC會自動射箭 這裡蒙古的駱駝數量開始變少 左邊的建築也被拆光 這一台巨型頭實機應該會被收掉 但是蒙古家裡已經被侵擾了一波 哇這個硬修修回來嗎 修不回來 那這個清騎兵到處圖 蒙古這邊非常慘 受到非常多傷害 這邊直接打一個雙線 瑪麗雖然正面看起來是打輸的 但我覺得也不算打輸 因為畢竟後面有騷擾到經濟 反而有點55開了 蒙古這邊可能會面臨斷經的問題 因為大約黃金礦這裡挖完了 就沒得挖了 這裡還是被瑪麗控住了 下方這裡黃金礦也沒辦法輕鬆挖 正面這邊的黃金也沒有繼續再採集了 對方的飆悍精神實力開始出來了 可以打強軍事 軍事一直往你家送 你的防守成本很高 衛船這邊都是微不好的 隨時都有洞可以鑽進去 這邊直接殺進去 瑪麗非常舒服 蒙古這邊打下了GG 直接不打氣坑啊 哇這個17隻蒙古突擊數量沒有堆點起啊 而且精銳也沒有點下 其實黃金速還可以再繼續打的 但是他一想到這邊控圖已經控失敗了 大約黃金速也會輸了 而且就算沒有黃金的情況下 對方輕騎兵傷量也是非常高 還是會陷入劣勢的狀況 我覺得蒙古這邊打的一個方式 算是缺乏了長槍兵的防守 只要如果多按一點長槍兵 然後蒙古精銳突擊喔 趕快早早升上去 然後轉出大衝車配上這個長槍兵 也是非常順暢的 衝車配槍兵 槍兵還可以上車 還可以加速 再更上一層樓 這我覺得這是蒙古比較 現在比較好的一個打法 因為以前大多數都是駱駝加蒙古突擊 這是很正確的觀念沒有錯 但是遇到同樣都是駱駝國 而且又是駱駝強化國的時候 例如馬力阿 印度斯坦阿之類的文明 你在跟對方打駱駝的時候 很容易就打輸了 所以我覺得蒙古這邊的一個思維 可能還是要偏向於轉蒙古突擊 跟這種長槍兵的路線 會比較適合他一點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經濟 經濟是由蒙古這邊贏下蠻多的資源 但是他的卻是輸了軍事 軍事卻打輸了 那馬力前期那一波也是被草原騎兵 都爛了一堆村民 但是後面經濟直接爆了起來 那他TC有多少個 5 6 7 7個TC是不是 8TC 這裡有寫 蒙古這邊反而是3TC而已 正常開運 正常營運狀況下3TC 卻經濟贏到8TC 這就知道 這個TC並不是數大就是美 還是要適時的去傷害對手經濟 然後反打一波 農出正確的觀念 雖然蒙古經濟贏 但是打輸了比賽 這是一個很罕見的一場比賽 我覺得 這也算是一個遊戲觀念吧 有時候太堅持自己的 古早的觀念 就會很容易輸掉比賽 並且這個遊戲的版本一直在改變 不能一直保有以前的一個既定影響會比較好 好啦 那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就到這了 那如果喜歡這支影片請記得幫我下一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掰掰